今年大家想要抢个好彩头 有不少寺庙就有信仲都来抢头箱 我们来看看这是南投的雷藏寺 跟往年一样大年初一举行法会 还发送红包给信仲 果然现场挤满人 一个接着一个大年初一来到南投 全都是为了这个新春的开运红包 象征一元赴使 不过这个一元可不是新台币一块钱 金字塔上面呢又有一个眼睛 这个设计的人呢 是很早很早 以前的一个他懂得密教的人设计的 也就是说代表着这个眼睛呢 就代表着佛的眼睛 包着一块钱美金 原来是有其他的象征意义 另外为了祝贺道场走村 祈求好运的上万信徒 甚至还现场挥毫 写下了吉祥花 也就是说在今年当中 就让大家能够如意 完全心想事成 祈求打年初一讨个好彩头 各地的寺庙也都涌进不少信众来走村 希望新的一年真的可以顺顺利利 中天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